麻烦通报你们家小姐 我是来为他们治病的 好 好的 阁下在外面 稍等片刻 业语 久永大明 现在我这么出名了吗 难道全明殿下宣传过 自己被我碾压的光荣事迹 荒谬 我不想跟你在这动手 你又不是什么医师 赶紧让开 人家不是说了吗 两位小姐生病了 你们非要进去拜访 还有没有点世家子弟的风度了 不过是两位小姐 不愿见我们的托词罢了 这都听不出来 真是香巴老 既然都知道 我两位师姐不愿见客了 那还不快滚 好强的气势 秦天昊 秦天昊 你要求娶我姐姐 可以等父亲回来再议 但业语是我的客人 你休想在我的地盘上动弹 这宁家儿小姐也太嚣张了 之前还以为这丫头是个没脾气的 今日一见 别有一番风情啊 小师姐刚才真是帅气 我都被你的气场折服了 是吗 我本来还挺害怕的 小师姐 对付这些人就该这样 不然他们总觉得你好欺负 麻烦你 不要带坏我妹妹 宁燕师姐 好久不见 一来我宁城府 就与人结院打斗 你还真是没变 卿天妖府那小子 竟然在师姐你的地盘上造谣声势 下次见面 我要代表我们学院全体男弟子 痛揍他一次 其实他也不算造谣 前一段时间 卿天妖府和不朽皇朝 都派人来提过亲 只是我还没做决定罢了 宁燕师姐 他们两个可都不像什么好人啊 父亲和我们心里都清楚 他们口口声声说喜欢姐姐 其实都是为了宁城府的拘运宝夜而来 真不要脸 世家联姻本就没有什么真情 不提这些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其实我也是为了拘运宝夜而来 再补充一下 我想要的是紫金级别 紫金级别的宝夜 珍贵一场 炼制一滴 便需要半个月 而且只有神通修炼到无暇境界的人 才能炼化吸收 意思是 我和宁静都还没使用过 我也不白拿 但看在你在原始圣地 对我两个女儿有救命之恩的份上 我可以破例 给你一些黄金级的宝夜 谢宁城主 宁城主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不必道谢 瑶池和阴阳学院都重视你 我也希望你在东盛神州 真能有所成就 另外 你与我两个女儿 从此恩怨两清 宁城主 我知道两位师姐 因残缺圣体患有寒极 我或许有办法能治好他们 寒极连中央圣州的神医都无法根治 何况是你 请阁下到此为止 莫要在外传出去 父亲 我明白了 我还需要点时间准备 你就在宁城中休息几天 有什么需求告诉府外守卫即可 父亲 青天妖府那些人还在府外 让我带叶宇出去吧 好 早去早回 神员县市 各方势力都有所动作 我父亲也是怕你被牵扯进来 宁城府如果无法独善其身 与青天妖府或不许皇朝联盟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 小师姐告诉我 你从原始圣地回来就一直在闭关哦 你如果真的甘心嫁人 就不会那么刻苦修炼了吧 那丫头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啊 她是担心你 所以 为什么不干脆告诉宁城主 你不愿意嫁人呢 我看她也不像那种固执死板的父亲呢 因为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姚池先后一样强大 那些人的目标 不是我 就是宁静 我去联姻 至少能让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当然 只要还没到那一步 我都不会认输的 你笑什么 宁静师姐 还是笑起来最好看 宁静小姐 总算见到你了 可惜身边有个暗眼的家伙 青天昊 叶宇对我有恩 请你不要再找她麻烦 你们两姐妹怎么都护着她 好像把她这个救命恩人 看得比我这个未婚夫 还要重啊 你 未婚夫 谁给你这个勇气说出口的 我们主人可是青天妖府的传承圣子 要不是宁静小姐有几分姿色 与宁城府的背景 她最多只能当个宠妾 多嘴 宁静小姐 别听这丫头胡说八道 我怎么会让你做宠妾 是啊 给你当宠妾 还不如给我当侍女呢 不如咱们 啊 啊 啊 一定是